林更新这回满意了 离婚三年后 37岁赵丽颖深夜发文 高调宣布喜讯 陈晓刘亦菲纷纷点赞 祝福 前言不知不觉中 今年37岁的赵丽颖已经离婚三年了 一向低调的她 却在2024年10月21日 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深夜发文高调宣布喜讯 最好笑的是大家的反应 比当年她宣布离婚还激动开心 更是引起了多位明星和观众的感慨 终于等到这一天 为什么她离婚大家这么开心 而这个喜讯又是什么 相识时事配角 赵丽颖1987年出生于河北廊坊的普通家庭 父亲是民警 母亲是百货售货员 前十几年 她就只有一件事就是上学 毕业后当过销售服务员 2006年 年仅19岁的赵丽颖参加了 由雅虎搜索投资3000万人民币 联手湖南卫视举办的雅虎搜索 执行全国选秀活动 这次活动特别邀请了陈凯歌 冯小刚 张继忠三位大导演 以雅虎搜索为主题 各自创作一部网络短片 这三个广告片除了启用当红明星外 还将在雅虎搜星活动中选择三位新人 由三位导演亲自点匠产生的这三名幸运儿 不仅可以分别加入导演们的创作班子 与当红明星标系 还将在广告完成后成为话一兄弟的签约演员 在这次选秀节目中 赵丽颖凭借自己的才华和表演技巧 从众多选手中脱椅而出 赢得了评委和观众的认可 最终夺得了冯小刚组的冠军 这次比赛成为了他演艺生涯的转折点 让他得到了在电视剧惊婚中出演角色的机会 与一线演技派演员标系 刚出道时 赵丽颖四处跑组 曾有一位导演对他说 你的脸太圆 演不了主角 只能演丫鬟 妹妹 孙女一类的配角 但他并未因此气馁 而是拼命地学习和磨练演技 赵丽颖的坚持和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视剧和电影 包括与余正合作的陆真传奇 电影公所沉香 以及让他大红大紫的花千古 这些作品让他获得了许多奖项的提名和认可 展示了他不断提升的演技和影响力 尽管已经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 赵丽颖仍然保持着谦虚和努力的态度 时刻提升自己的表演能力 他还积极参与慈善和公益活动 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们期待他在未来的演艺事业中 继续创造更多的精彩 展现出他更加亮眼的才华和魅力 前期他印证着圆脸魔咒一直在演配角 而冯绍峰一直是无比耀眼的男主角 两个人第一次碰面是在2009年 他的角色特别小 是站在人后面的丫鬟 这时候只有一种情况 冯绍峰不会注意到他 第二次也是在这一年 他的戏份变多了 但终究没有和男主角的冯绍峰有什么对手戏 第三次是2010年播出的《佳琪如梦》 赵丽颖还是配角 冯绍峰是他抬头就能看见的主角 第四次是2011年宫锁珠连 两个人客串了小角色 这次连见面都没有可能 终于 在2013年赵丽颖出演《陆珍传奇》一举成名 告诉所有人 圆脸也可以演主角 之后每演一部报一部 完美逆袭为大女主 结婚时是女主 赵丽颖的事业成功上升 这一次她不再是配角 第五次2016年两个人正式合作的 西游记女儿国开拍 电影还没有上映就已经成为大家最期待的荧幕组合 其中很大一部人觉得冯绍峰不配合赵丽颖合作 因为她的绯闻太多了 从她演戏开始就一直在不停地传绯闻 第一段是2007年 24岁的冯绍峰和30岁的胡馅儿 当年她在香港发展 在一次采访中大方承认 两个人正在尝试 最后结果也不了了之 紧接着就是安以轩 两个人合作了两部戏 安以轩非常欣赏她敬业精神 还给她推荐了经纪公司 2009年余正拍戏联系到她 她推荐了安以轩演女一号 加上两个人私下聊天内容非常的露骨 绯闻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戏剧化的是赵丽颖也在这部剧中 只不过是演冯绍峰大老婆的丫鬟 不是太起演 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碰面 2011年 她和杨幂合作了一部电视剧 荧幕CP炒得特别火 两个人线下互动非常频繁 肢体接触也非常多 就连澄清绯闻方式也特别的模棱两可 这年冯和赵也克串了同一部剧 这是她俩的第四次碰面 2012年6月 34岁的冯和杨幂的绯闻结束 和24岁妮妮的恋情公开 两个人相差10岁 巧的是也是音系认识 2013年电影播出 加上恋情官宣 两个人经常合体参加电影活动 相当的高调 高调到到什么程度呢 在一次发布会上 妮妮表示冯的电影票房 无论多少亿都嫁 而且这对准夫妻因为恋爱 吃了不少红利 一个成了收视帝 一个成为2013年封面女王 罢评了好久 这年 25岁赵丽颖成为了女主机身一线 2015年5月17日 风妮二人分手 就和官宣恋爱一样突然 这年赵丽颖花千古大爆 演艺界地位又上一层 而一边的冯在分手后 可没有伤心太久 2016年初 38岁的冯宇 20岁的林允拍到两人时 只紧扣 在上海欢乐古漫步闲逛 着实令人感到惊讶 然而两个人在2015年5月 就被拍到过一起吃饭 如此看来 两人结识也有一段时间了 林允呢 也不差被星夜牵下 还演了部电影 冯和赵丹任一部电影的男女主 在2016年后半年开拍 两个人在拍戏过程中 12月份冯允被曝分手 大年初一逢 郭碧亭共度三天三夜后 并肩下楼被拍 加上两个人合作的聚刚播完 绯闻传播的也很快 最后也还是不了了之 2017年逢和赵丽颖的电影 微波鲜活 被评为最期待的荧幕情侣 9月两个人 平凡被拍到一起吃饭 穿同款 为彼此庆生 10月两个人合作的电视剧 知否开拍 拍摄线长两个人的肢体接触 被人质疑恋爱 2018年2月两个人合作的电影上映 8月路人偶遇冯兆牵手出行 被曝怀孕 10月16日 两个人突然晒出结婚证 官宣结婚 12月份两个人的电视剧播出 2019年3月8日 两个人的孩子出生 结婚期间 两个人不停地被拍到 共同出去旅游 吃饭 赵还经常在网上帮他宣传剧 看起来非常的恩爱 但依旧有不少人围照打抱不平 认为花心的冯绍峰配不上他 2020年 冯的事业在赵丽颖的衬托下 如虎添翼 演的戏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然而 在两人事业与婚姻都备受关注时 2021年4月 还配拍到一起吃饭 4月23日就宣布了离婚 离婚后是女王 以为人母的她选择转型 以全新的姿态迎接生活的挑战 气质也和之前大不相同 比如凹造型时候表露出来的高级美 就是以前很少见过的魅力 还有相对成熟风的妆容 离婚后的三年时间 赵丽颖每次都是以一种前所未见的形象 出现在观众面前 不再停留在傻白甜的范畴 比如电影《第20条》 影片中 她已素颜世人 刻意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暗淡无光 饱受生活魔力的底层女性角色 还有一步步的不提的风吹半下 在剧情中展现的厚脸皮和敢于冒险的品质相互辉映 而在剧中她洒脱独立的大女主形象 让观众对她的角色产生了更多的共鸣和认同 激励了无数人对现状的改变 2024年9月21日 凭借这部剧《荣获飞天奖》 面对梦寐以求的荣誉 上台发表获奖感言时 情绪难易 激动沃泪打失了妆容 台下的演员也被她的真诚而动情的发言深深打动 2024年10月20日 又凭借这部剧获金英奖最佳女主角 一下变成了双料影后这一成就不仅是对她演技的认可 也标志着她在演艺生涯中的又一个巅峰 获奖的当天晚上估计是激动地睡不着 在半夜她高调地宣布看这个天大的喜讯 好多明星和粉丝在评论区送上祝福 他们都知道这一路她走得有多么不太容易 如今 赵丽颖商业价值也在直线上升 成为时尚圈的宠儿 但是她依旧不忘初心 继续在挑战不同困境下 通过坚强和反抗 完成华丽的蜕变的女性角色 激励着无数观众 大家也同样期待和支持她带来的每一个角色 结语 结婚的三年 赵丽颖从未婚少女变成离婚的妈妈 离婚的三年 她从一线明星变成双料影后 是她让更多的女性知道 即使经历了失去 也能通过努力和坚持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